大家好,我是Wally,歡迎收聽安部籃球快訊 本週五、8月9日晚上11點半 2024奧運女子籃球準決賽第一場即將會開打 美國將會對陣澳洲 美國女子籃球目前在奧運已經取得4連勝 球隊距離奧運的8連霸又拉近一步 今次將會面對實力不如自己的澳洲 美國延續勝利應該沒有難度 美國女子籃球在今屆奧運賽事裡 整支球隊以WNBA球員作為班底 志在慰免金牌,實現奧運8連霸這個美夢 美國在上將半準決賽對陣尼亞里亞女子籃球的一役 他們多點開花 這場賽事,他們全隊總共有4位球員能得分達到雙位數字 其中,R.J. Wilson更貢獻20分和11個籃板的兩雙數據 最終他們288比74輕鬆贏得這場賽事的勝利 從而目前在FIBA舉行的世界大賽裡 當中包括奧運會和女子籃球世界盃 美國的女子籃球已經取得連續的70連勝 毫無疑問,在現今的世界女子籃壇 有哪支球隊可以阻止美國這種強勁的統治能力? 澳洲女子籃球在近年的國際大賽累累取得很好的成績 其中在上屆的女子籃球世界盃,他們獲得貴軍 來到今屆的奧運,澳洲女子籃球在小組分組賽第一仗的賽事 以13分輸給尼亞女子籃球 好在之後的比賽,澳洲及時作出調整 他第一老將Lauren Jackson的帶領下,球隊成功打出了一波三連勝的強勢 其中在上將半準決賽對上塞爾維亞一役中 陣中的主角Alana Smith更可得到全隊最高的22分 他可謂處於一個極佳的狀態 但相信美中不足的是,澳洲金像將會面對著世界排名第一的美國 儘管澳洲陣中擁有多位精戰WNBA賽場的球星 例如Alana Smith、Jade Melbourne或Sammy Wickham等人 但相比美國整支班底陣中更多WNBA巨星混雜 雙方的實力仍然存在著一定距離 所以今仗比賽,美國女男可以輕盛澳洲應該不成問題